照片中一名幼儿园老师背对镜头 居然对幼童动手 老师手抱学童徒手狂打疤 小朋友的头三下 回家发现瘀青才被家长踢爆 老师疑似虐童 背着镜头之后得开心怕 4月被通报台南同一家幼儿园 有两名老师动手 教育局更是发现全班16人 老师对小孩打头陷脆胃 还强迫喂食 拿汤匙一直塞食物 受害者高达12人 累计动手81次 他等于是不会正确的去教导孩子 引导孩子 他只会用打跟骂 看到监视器很多家长都无法谅解 两名老师已经被解雇被重罚 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 并登陆全国不适任教育人员 各罚60万元罚还 当时幼儿园负责人也挨罚6万 一开始只爆出一名小孩遭八头 调查后受害者增加到12名 离谱又失现在也付出代价 记者赖冠张台南报导